吳雅華組長 管理處分組 蔡菊華科長 推動處參司 林佳龍研究員 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處 李峰彥專門委員 政治作戰局軍卷服務處 陳麒麟公參觀 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共建設處 周錫衛檢任機政 好 以上 那我們現在呢 要請來宣讀住宅法修正草案第9案至第12案 提案條文 委員尤美女等 提案 第一條巨手 修正為為保障人民居住權利 其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第三條第二款 修正為社會住宅自由政府新辦 或獎勵民間新辦 專供出租之用 並應提供至少30%以上比例出租與 具特殊情形或身份者之住宅 其與文字與行政院提案相同 第四條第一款修正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第11款皆有12拆遷戶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其與文字與行政院提案相同 第六條修正為 各級主管機關為諮詢審議住宅計畫 主宅委員會之組織規程及業務執行相關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令定之 第45條 居住為基本人權 任何人皆因享有 世主且公平之居住權利 不得有歧視待遇 除未維護社會安全及重大公共利益 並經與利害關係人本於居住權利 保障精神進行協商 不得予以限制或侵害 前向居住權利之內涵 應參照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 與人權事務委員會 所作之相關意見與解釋 第46條 第一項第一款 修正為從事必要之居住 或公共空間無障礙修繕 增列第二項 任何人不得基於性別 年齡 種族 宗教 職業 國籍 及本法所定之特殊情形或身份等 與住宅使用無關之理由 對特定或不特定之住宅使用人 或育成租人 以任何方式設定非必要限制 其餘與現行法文字相同 第46條之一 各機關進行開發行為及土地管理措施 應實施居住權利影響評估 避免強制拆遷及驅離住宅 第一項居住權利影響評估之細目 及居住權利影響評估作業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47條 中前條均修正為46條 增列第二項文字為 發生第46條第二項之情勢 住宅育成租人 準用前項之規定 其與現行法文字相同 第47條之一 人民因各機關所為之開發行為 及土地管理措施 而有致居住權利 受侵害之餘者 得向住宅委員會提起申訴 住宅委員會應於申訴送達之日起 60日內審議處理 審議處理期間 受申訴之開發行為 及土地管理措施 應暫停執行 人民因各該機關違反第46條之一 任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受損害者 得向住宅委員申請調處 對調處結果不符者 得進行提起行政訴訟 免經訴願程序 委員王玉民等20人所提案 第三條 第二項社會住宅中10% 修正為20% 其餘文字與現行條文文字相同 第四條第一款 修正為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第三款修正為 育有未滿12歲子女 二人以上 增列第六款 未滿30歲之青年 現行法第七款至第十二款 改列為第八款至第十三款 其餘文字與現行法文字相同 第十二條 增列第四項文字為 將房屋出租與第四條 第一項 所列各款之人 為自用住宅者 該筆租金所得 免課稅捐 其餘與現行法文字相同 委員林維州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第二款 社會住宅 只由政府新辦或獎勵民間新辦 專攻出租之用 並應提供至少30%以上比率 其中至少25%出租與經濟或社會弱勢者 並應提供5%以上比率 出租與未涉及於該地區 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者之住宅 其與現行法文字相同 第四條 第十一款 修正為 無一定住所或居所之人 其與現行法文字相同 委員趙天靈等16人提案 第46條 增列第二項 公寓大廈前 增列住宅社區等四字 增列第三項 文字為 第一項 屋林達一定年限公寓大廈之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三條 刪除行政院提案第二三項 第一項 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第五十五條 任何居住為基本人權 任何人皆應享有公平之居住權利 不得有歧視待遇 前向居住權利之內涵 應參照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力國際公約 公民與政治權力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力委員會 與人權事務委員會所作之相關意見與解釋 第六十四條 增列第三項 第二項 巨末修正為 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考量該社區之特殊性或住宅整合需求 才以有利於未來社區發展之更名登記方式 其餘文字與行政院提案相同 第六十五條 增列第三項 文字為本法施行後 以社區公共基金架構第一項管理站 活動中心及其他設施 得依前條有關更名登記之規定辦理 其餘文字與行政院提案相同 本提案其他條文與張明均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高禄以用等人提出修正動議 第三條 增列第三款 三 原住民族社會住宅 只具有原住民族文化特色 保留其生活形態 尊重群體意願之社會住宅 其餘文字與現行法相同 第五條第一項 修正為為使全體國民居住於事宜之住宅 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需要 中央主管機關應橫著未來環境發展 住宅市場供需狀況 住宅負擔能力 住宅發展課題及原住民族文化需求等 沿以住宅政策報行政院核定 其餘文字與現行法文字相同 第六條 巨墨增列熟悉原住民事務者至少一名 其餘文字與現行法文字相同 第十四條 新辦互訴後增列及原住民族社會住宅需求等字 其餘文字與行政院提案 文字相同第25條 增列第二款 主管機關或民間新辦之原住民族社會住宅 其規劃設計 應尊重原住民族意願 並應有原住民族充分參與 其餘文字與現行法文字相同 委員 陳超明等人提出修正動議 第五十三條 刪除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二三項 第一項文字與行政院提案相同 刪除行政院提案第五十八條 刪除行政院提案第六十一條 委員尤美女提案 第一條修正為為保障人民居住權利 健全住宅市場提升居住品質 使全體國民居住於事宜之住宅 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 特制定本法 委員尤美女等人提出修正動議 第三條第二款中 現行法10%修正為30% 其餘文字與現行法相同 委員尤美女等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四條文字與尤美女委員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尤美女等人提案修正第六條 文字與尤美女委員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尤美女等人提案第四十五條 增列第三項 第一項協商之作業辦法 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其餘文字與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尤美女等人提案修正第五十六條 文字與尤美女委員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尤美女委員等人提案修正第五十六條之一 文字為各機關進行開發行為及土地管理措施 應實施居住居住權利影響評估 避免強制拆遷及驅離住宅 第一項居住權利影響評估之細目及居住權利影響評估作業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令定之 委員尤美女等人提案修正第五十七條 將行政將行政將尤美女委員提案中 提出附帶決議為解決兩公約金色文委員會及人權事務委員會 特別關切之歷史性違章建築土地產權或地級不清之住宅等 非正規住宅拆遷安置問題 緩合拆遷戶所面臨之家計經濟與社會網絡 衝擊原刪除第十二款中央二字授權各級主管機關 均得認定經濟與社會弱勢者 以例住宅補貼及社會住宅業務之執行 其餘文字請參閱 委員鄭天才等人提案修正第四條 增列第二項 文字為對於居住於原住民族地區以外之原住民 主管機關應基於原住民族教育及語言文化等傳承發展需要 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攻原住民成租之社會住宅 委員鄭天才等人提案修正第二十五條 增列第四項 原住民族社會住宅之租金計算 主管機關除斟酌前項情形外 因依據原住民族經濟狀況令訂定分級收費基準 並定期檢討之 增列第五項 第二項租金之訂定不適用土地法第九十四條及九十七條之規定 其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徐正衛等人提出修正動議 第四十九條第二項修正為前項住宅資訊之收集各級政府機關購金融住宅投資生產交易及使用等相關產業工會及團體 因配合提供相關統計資訊資料收集運用及發布 因遵守相關法令之規定 住宅相關資訊之收集管理及獎勵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增列第五十三條之一 前條所規定住宅新建銷售預售屋經營或代理住宅銷售出租之公司或商號 因加入該地相關產業工會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將相關收集資訊匯報之業務 委託相關產業工會辦理 住宅新建銷售預售屋經營或代理住宅銷售出租之公司或商號 因依規定加入當地相關產業工會及申報相關資訊 第七章章明修正為獎勵與罰則 第五十八條修正為相關產業工會及團體配合提供辦理相關資訊申報 成效良好者主管機關得公開表揚並給予獎勵 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中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均修正為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其與行政院提案文字增列第四項住宅新建銷售預售屋經營或代理住宅銷售出租之公司或商號 違反第五十三條之一為依規定加入當地相關產業工會 為何時申報相關資訊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暗示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還 其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黃昭順等人提案住宅法第四十六條修正動議 公寓大廈均修正為大廈 其與文字與行政院提案相同 委員黃昭順等人提案修正第四十七條 公寓大廈均修正為大廈 其與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黃昭順等人提案修正第四十九條 刪除行政院提案第二條 其與文字與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 委員吳玉順等人提出附帶決議 當前低收入戶有自用住宅者大約僅佔三成 有七成沒有自有住宅只好租屋 這七成當中只有2%有申請到租金補貼 剩下的98%可能是不知不會或不能申請 但最主要的理由應該是不能因此 無法以可負擔價格乘租合法房屋 以低收入戶的所得 在都會地區通常僅能租用不合法房屋為住所 頂樓加蓋或地下室等 為了解決弱勢租戶租屋引導其轉向 成租合法住宅符合本法第四條所 範定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者 其成租住宅的租金應該再依據成租戶的所得水準 再給予分級 其餘文字均請參閱 委員陳超明提出附帶決議 為拉近城鄉差距且減輕都市人口壓力 內政部應於住宅法修正通過後 一個月內 沿逆針對入住非六都縣市社會住宅之通勤青年 降低社會住宅租金 吸引或鼓勵青年返鄉遷居 委員陳超明等人提出附帶決議 為有效監督政府八萬二十萬戶社會住宅之目標 內政部應每季就社會住宅推動進度 向立法院提出書面報告 並於內政部網站建置社會住宅專區 供全民知悉及查詢 宣讀完畢 各位委員我們住宅法修正草案在10月20號當天的協商處理到第六條 我們現在是不是請一架繼續進行協商處理 我有一件事想先請教部長 就沒關係我們就協商的過程 那個因為昨天那個部長好像有到那個去參加那個傑車會議 那我想我覺得這個事情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因為如果說用黑衣人來轉移這個焦點 我們今天我那天執取已經跟請部長拔 已經這段時間你們派多少警察來 那那天在高雄其實我嚇一跳 所以我們特別去問警察單位說 那幾個人因為他們在樓下大概有10個人 請他們問他們是從哪裡來的 因為我們沒有動黑衣人 所以我們不知道那些人從哪裡來 那當時警察局跟我們講說是從網路來的 那我想內政部因為用了這個題目 必須要讓我們知道那些人從哪裡來 而且我覺得這件事 第一個不應該用政治跟食品把它放在一起 第二個不可以用黑衣人來轉移焦點 因為我早上問了那個高津委員 他說他有虔誠的錄影帶 就是那天在台北的場 所以等於台北跟高雄我們現在要重辦 那高雄那天我是在現場 我在現場 而且他們10個人大概在樓下 後來大概上去3個還幾個 因為我們也在注意 因為我們沒有動員人 我們也怕我們的幹部配搭 我想部長在這裡 這個是大家都...我是程序問題 我現在在請教部長 而且那天...那天部長...我沒有老場 不好意思 那個部長那天我在質詢的時候 就禮拜一我已經請你把資料給我 可是我到今天還沒有拿到資料 今天早上一進到立法院 包括每一個路口每一個樓梯間 全部都是警察 到底這些警察從哪裡來的 我想我們還沒有到戒員的時間 為什麼我們會這個狀況 你的資料什麼時候要給我 你的資料什麼時候要給我 請部長跟我回答 好 那個...這個跟今天審議無關啦 阿婆為了就是和諧是不是簡單啦好不好 那但是也請黃委員就簡單完了以後我們趕快進入討論 台灣的討論 但是我們要的資料 我當天禮拜一職業我想也是你在主持 你都有聽到 因為當天我就問了 你說...看到...我有心生恐懼啊 因為我也很害怕 那還是說...黃委員的資料待會會後你是不是... 不是...您以前部長給我簡單說明嘛 到今天就沒有嘛 對... 對... 宣布在協商承諾在法 組會承諾要另外處理啊 我想這是...這是國人 除非你們...除非你們心虛啊 要不然...除非你們心虛嘛 要不然我這件事為什麼... 不好意思...不是我們帶你 那一天我們已經問了 而且我質詢的時候就問了部長 部長大概要給我 包括警察... 尊重主席啦 包括警察所有的人員來這裡的部份 我還可以尊重主席啦 不是你們沒有東西人家說啊 等一下... 不是...這個大家都很關心 連你們蔡英文從小朋友都很關心嘛 你們就去亂亂了 你怎麼現在... 不好意思...不是我們亂的啊 你台北你也是去亂 不是我們亂的啊 那不是我們亂的啊 不好意思... 沒有... 去亂... 去亂可以離職 你們為什麼要去亂呢 那些人根本不是我們帶... 那些人根本不是我們帶... 那些人都要心煮才好啊 不是... 我比較特別去問 那一個人要討請這麼多人 我們還是請教那個... 好啦這樣子 那你不要亂... 我每天都在那些藝人就好啊 我們... 而且這些人到底... 好王委員 所以後來高雄廠 他們大概三四個人上去 這樣子啦 我們非常想知道... 已經都知道你的意思了 他們從哪裡來 美景部長 這樣子 今天因為主要是審查處 剛才主席... 有啦你聽我講啦 那為什麼你們... 你們心虛嗎 好啦王委員你可以等一下嗎 你們有心虛嗎 我們今天就是尊重... 尊重少數 我就不知道你們心虛什麼 你們到底心虛什麼 好啦王委員你可以先暫停一下嗎 這樣子 我們... 實在在審查處處處署 等一下 那我有您請問 有一 fi我們就 有《沒心虛》 用少數我們請部長簡單說明一下就好了好不好 不要隨便污衊喔 好 路易丹都有啦 路易丹不是這個程序嗎 汪議員我奉主席指示 簡單啦簡單 總統委員我跟委員報告一下啦 確實那一天有一些這樣子的爭議 那總統也只是關心說 怎麼會議沒有辦法順利進行這一類的 那關心的是這樣子 那至於說當時是 我想我們都了解 當時的這個狀況有點混亂 那警察機關確實是有掌握 那當時的狀況 那至於詳細的情形怎樣 我不能在這裡明白講說 到底那個狀況是如何 那個也要警察機關提供我資料才行 所以我是不是私下跟你說明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相框資料 我完整跟你報告好嗎 我覺得這件事必須要把它釐清 因為當天 當天因為我看到有十幾個穿黑衣的在樓下 所以我跟黃柏林議員特別去問警察 我說這些人從哪裡來 因為我們沒有動 我們釐清了 後來他們上台三個資資料好嗎 但是我想這個部分 趙天因為 我們再請那個部長再給您釐清好不好 所以我想不管是朝野我們都應該 而且不可以隨便污蔑 如果這種事情都要污蔑 來轉移整個食品的焦點 食安的焦點 我覺得這是起起以為不可 好 而且我們在那裡我們也心生為止 還不是只有黑衣人 還有蒙面人 那個駕頭還有蒙面人 所以請部長現在離清不是很清楚嗎 我意思是 阿翁你現在在看 阿翁你現在在看 我們已經不太趕快離清了 阿翁你真的正確啊 透露的震懦 部長已經簡單說明了好不好 我們現在趕快來進入住戴法的審議 我可以講齁 你們要用 用嗷的方式也沒關係 阿翁要用摸的方式也沒關係 但是我們在那裡 阿翁要說明 阿翁要說明 我們這樣說明可以了啦 先這樣就好了好不好 私底下他在另外 請你提供你的講話資料 請你提供的書面的 就是從10月4號開始 多少 請 多少 你去移送紀律文外 好啦 你是一定才識的耶 多少警察過來這裡 好 常委員 請你尊重好不好 常委員 到底誰 到底現在 這是全國 台灣人民都非常關心的一些議題 常委員 全國人民關心非常多的議題 請你依照普及的臺勢 怎麼樣 你開玩笑啊你 誰在開玩笑 怎麼樣 莫名其妙啊 誰在熱場 程序問題嘛 你自己出贏啊 主席已經踩飾了也說明了 你看到什麼 我怎麼是假的 我是在之前這個提的 怎麼樣來嘛 請他來嘛 可以嗎 來啊就來啊 誰來 怎麼樣 要怎樣 要怎樣 我再請教部長 不行嗎 不行啦 我就是要問 沒有關係 有關啦 有關啦 來各位委員 都公的時候不是也請了一堆 有 都公的時候文林燕不是一堆警察 一堆黑衣人嗎 怎麼沒有關係 黑衣人 鬧場 誰在鬧場 大家可以先暫停一下嗎 黃委員 我們已經到一個階段的說明了 好不好 說不了怎樣 說不了你出去啊 就出去啊 你不要以前選 選輸了現在還在這裡啦 選輸了 怎麼樣 誰選輸了 你選輸了啊 對不對 他說我講講三萬票啦 怎麼樣 不要來這裡亂啦 好啦 黃政司委員可以暫停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有做了說明了 好不好 所以我要抗議 莫名其妙 誰莫名其妙 我沒有來啊 不管你有沒有來 你現在是怎樣 我選上了啊 你選上了 我提問題不行嗎 你提問題 你在這裡拍什麼 大家如果還要繼續這個 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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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樣子 會取消秩序好不好 對 好到這個階段就好了好不好 我們進入素材法的審議 好嗎 來各位委員 黃委員 你們再轉移加點 來我們現在啊 繼續審議這個住宅法 跟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上次審到第六條 今天 從第七條要開始 但是上次我們保留了 第二條 第二條的部分呢 我們的那個主管機關 有提了一個 修正後的建議版本 不知道各位委員手上 有沒有拿到這一張 這一張 他們正在發是不是 好 請請發一下 請部長說明 這一次的修改 跟上一次的修改當中 好 我會請他說明好不好 因為大家手上也沒有拿到 請大家先過目一下 請過目一下 都拿到了嗎 好如果都拿到的話 我們請這個部長說明一下 這個你們的這個 提出的這個版本 主席各位委員 上次 上次主要是討論到 原住民族的這一個 這一個需求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在這邊建議 建議放在這個後面 最後面一項 各目的世界主管機關 得基於原住民族教育文化等傳承 發展需要 新辦或獎勵民間新辦 專攻原住民乘租的社會住宅 好 那有許多多的委員 也關心這一個問題 然後 我們覺得這個 也確實是應該 予以重視的 一個方向 所以我們提出 這樣子的一個 來構想 還請大家 來指教支持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上次提到的 原住民的部分 你們加了就是 各目的世界主管機關 得基於 的這個部分 讓各目的世界主管機關 來去做這樣的一個 承接這樣的責任 但是在母法裡面 把這個精神寫下去了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請原民會 也說明一下好不好 因為後面也會有若干 這樣的相關的條文 原民會可以表達一下 你們的這個意見 主席還有 還有各位委員 大概在住宅法第二條 上次保留 有加上一個 中央各目的世界主管機關 跑起來因為後來發現 在 在其他委員的 在提的修正東西 也有提到 原住民社會住宅部分 主管機關 也基於原住民教育 跟語言文化傳承 新辦 專攻原住民承租社會住宅 所以其實條文中間 是有點 互相在進合 這部分 我們接下來說 請 委員來的時候 可以一起討論 以上 好 哪一個部分 現在是這樣啦 第四條是鄭天才委員 他提的是 類似的這個修正動議 那我們現在 是不是把他提到第二條 一併處理 這樣等於是提剛竊林在最前面 然後等於是更有這樣的一個 整個概括性這樣子 就不一定要列在那個細項裡面 能不能請這個 明慧在上面 因為這個案子是 當天是鄭天才委員 非常關心 也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針對原住民的部分 如果這個地方這樣子做的話 就各族 他們在區塊裡面 等於是原住民的 這個部分的住宅 我們其他的麥克風 可不可以多提供幾次好不好 這邊的就是社會住宅 會跟我們的區隔開 然後保留 是不是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我想知道 請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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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政委員 其實我們都非常關心 原住民族地區以外 就是都會區的 例如說住在新北市的 桃園的 高雄的 等等的 所以我理解他的用意 那在這邊 我們現在內政部建議的 或是說我們當時審議保留的條文 有一個地方 我建議大家來思考 因為現在我們的條文說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這個如果就文藝上來說 其實他指的就是原民會 但原民會現在 因為他的預算人力等等 他一定有其限制 所以其實這個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其實應該修正為各 例如說各地方縣市政府 讓各地方縣市政府 來執行跟處理 也聽聽看大家的意見 因為如果是這樣修的話 可能會出現執行上的困難 那實際上 政委員他的提案 我完全理解 他要顧到的 就是都會區的 非原民地區的 原民的處宅問題 好 聽聽看大家的意見 好 來 我們請那個 花次長說明一下 好 跟文報告 其實各目的事業主管 事業主管機關的範圍 是包括各縣市政府 都可以來執行 中央和地方都可以 是這樣子的話是 我覺得這個條文這樣修是OK的 好 好 好 那我們 原民會是不是有意見 原民會要不要說明一下 再說明一下 好不好 你們再清楚說明好不好 委員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 我們大概 就是之前看那個政委員的意見 他是說 是希望是主管機關 那在法條裡面的主管機關 是希望內政部可以幫忙我們 那原民會當然也有義務 就是說 就是要來做這件事情 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意願上面是沒有問題 但是在執行能力上面 因為這邊剛剛也提到就是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地方政府也可以做 但是地方政府在 原民 原民的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如果到原民 到原民的單位一定不是都發局 或相關單位來去處理 一定是 也跟就是原民會有相同的一個困境 那我先把我們的困境提出來 第一個部分 我們從就是 因為社宅也剛開始在推動 在裁員的部分 在中央的部分是有基金在處理 在地方縣市政府的部分 也有那個住宅基金在處理 所以在裁員的部分 就是房子蓋了以後 後續還有營運的一個問題 那他們有住宅基金可以去支援去支應 那在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在老福法的部分 老福法的部分就是 就是針對老人的社宅的部分呢 就是在老福法規定是由 就是也是由內政部主管機關來去處理 那在原民會的執行能量 每一個每一年度的執行預算 大概是9000多萬 那9000多萬裡面大概有6000多萬 又就是用在做中低收入戶的補助 如果是10年以前95年 我們大概每年預算2億 2億多的話可能還有一點點能力 但是在95年之後 那個時候就是國家整體的政策 把住宅的補貼資源還有相關的一些政策 都統合到對政部落 所以在裁員的部分還有就是有困難 然後再來組織的部分 因為我們看到住宅法裡面有規定說 未來如果這個組織法通過的話 在於組織權責的部分要有行政法人去推動 那未來原民會如果說 如果原民會 對對對 大概會有這幾個問題不好意思 打擾 好 請那個許署長 好 這個部分大概這樣子 我做這樣說明 這一條會衍生來 包括我們政委員現在在場 有一些委員是表示說 原住民他自己有 比較會群居的觀念 如果說你是用第二條或是第四條的這樣的話 比如像譬如內政部或地方 中央或是地方 來蓋這一般性的這個社會住宅的話 可能比較跟原住民的這個群居的 這樣的民主性會比較不同 所以說是不是要特別考量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是說 在第二條跟第四條裡面 其實兩級中央跟地方兩級政府 已經對原住民比較弱勢需要社會住宅的時候 已經在一般性的社會住宅 已經考量可以進來了 好那現在針對說 他們有群居的這種民主性 比較需要的時候 那是不是 就由原民會等於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局 比較有原鄉需要的這些地方政府 那是不是就依照我們今天 所提的這樣子的一個 爭列的一個項 那由他們來蓋 比較群居型的 比較合乎 就原住民的這種民主性的這種 那如果這樣進來的話 那應該就符合前面 就10月20號 那委員所關心的這個問題 應該是 這樣子 兩方面來解決 就是 中央主管機關 可以在一般性的社會住宅 或者是地方 也可以在一般性的社會住宅來解決 如果需要群居性了 那就今天所提供的這樣來 好不好 我已經上下 李俊憶委員 然後再政天才委員 主席 各位同仁 我想這一句 這個修正 其實最重要的差別 跟政天才委員 當天提的這個修正案 最重要的差別 只有在德跟英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德基於原住民需求 那我知道如果設定英的話 其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相當程度會有困難 比如包括經費啊 包括預算啊 包括其他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我個人是贊成說用德啦 克於他的責任 但是沒有強制性 沒有強制性 那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各相關單位 會比較容易處理啦 這個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請政天才委員 有關閻明會的 剛才的意見 因為我沒有聽到 聽到後面 一開始他的意見 到底是 是不是贊成 我沒有 不是很清楚 事實上 這個 李委員 這個部分如果寫 因 也不是一定要辦 為什麼 因 基於原住民族教育文化 等 傳承發展的需要 譬如說 嘉義市 他如果認為 人數沒有那麼多 還不需要 基於 也不會 所以寫 因也無妨 也沒有說 一定要 因為 因為他後面有個前提 就是要基於原住民族教育文化 那因為像 嘉義市他比較分散 像嘉義縣 他就是阿里山鄉 他也沒有 阿里山鄉 那 嘉義市他很分散 就不需要 像雲林縣也有原住民啊 但是他沒有 這個 這樣的需要 所以寫 因 會更 一個 對我們整個原住民族住宅的政策 這方面 更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 所 所需要 政府機關 要定這個原住民族住宅政策 會更符合 那至於 研明會 到底的意見 我等下再問他 看還有誰要發揚 好 請賴樂論委員 聽起來那個 鄭委員的意思其實他也 並沒有要強制性的意思 那如果就法律上面其實這樣我就比較支持 像 剛剛李委員這樣講 其實用德的話 其實也剛符合剛剛鄭委員的意思的話 也許 就 直接用德就可以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好 這個 大家再想一下 再想一下 我們是不是 再保留一下 然後再 中學一下 我們講這一條再保留一下 看起來也有凝聚共識了 但是因為 這個牽涉原住民權益比較大 我們讓 德跟英差很多 德是 因為如果說英怎麼樣 就沒有問題了 那英的話就沒問題 不是欸 如果說英親辦 那就是一定要辦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英基於 因為後面還有一個基於 給我們 給人民會 或者是給這個 地方政府 多一點的一個 一個要求 但是 這還好 因為後面還有一個基於 沒有問題 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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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基法說 因 自替原住民族出來的政策 當然也還沒有啊 已經十一年多了 也還沒有 也不會怎麼樣 對啊 現在我們不能繼續帶動 現在是這樣子 如果是英的話 就會有出現 如果當地縣市政府 確實在原住民的部分 沒有這樣群聚的情況下 恐怕也會面臨到 必須要去處理的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這樣確實是 會有一定 會變成說 主管機關沒有任何裁量空間 的部分 那個主席 我想 我們全政 那個 你大概也清楚 那就是最近在協調 那一些人 要搬到哪裡去 包括 欸 政委 你這樣子我看不到主席 我沒辦法跟他說 他們結果那個 國防部那邊 也都不同意 結果他們現在 就是 全政那一批嘛 就是一直都找不到 他們可以進去的 但是他們很 堅定的就是 要把他們的文化要傳承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用英 因為德跟英是差很大 差了天跟地 像那個剛才那個 曾經常委員說 嚴肅民居本法通過十一年 不管國民黨民進黨都繼續代多 那我們如果再寫一個德 那我們就繼續再代多 我再說明一下 呃 這個 站在內政部 站在營建署的立場 或是站在國家的立場 無論是新北市 有這麼多的相關的這些 違建肌肉 我們認為是我們合法基礎 但是被政府認為是違建肌肉 你們不曉得非常多 台中市 大台中市也很多 桃園也很多 如果說你還是得的話 那就 就沒有那個一個 比較多的要求 這期嘛 因為 這非常多 在桃園跟 跟新北市 跟台中 都有 都有這樣的一個違建 就必須要去解決了 一個一個直轄市 還存在著那樣的一個地方 喔好不好 好 那各位委員 請那個 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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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坐著好了 不好意思 不過我是覺得 其實按照剛剛的說法 我覺得部長應該 也很清楚 在這裡 因跟德 其實差異沒有差太多 因為它是因基於 但是呢 它的差別在哪裡 它的差別在於政治的意涵 到底政府 對於就是原住民的社會住宅 的這樣的意志 到底有多強 我這裡是這樣子強調啦 當然啦就是我 一開始所提的案子 應該是有一個類別 叫做原住民社會住宅 但是現在因為說大家要整合大家的意見喔 那 以我的版本來講 它是更強烈的態度 那既然就是說在這邊 我們針對因跟德 我是覺得差異其實不大 可是如果是因的話 這個政治的意涵是特別大 好 謝謝 好 請那個 洪忠義委員 那個我想針對這個因跟德 是不是請我們部長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部長是權威啊 好 等一下 那葛道士委員再說明 我們再請那個 請部長 好 請聽部長先說明好了 好 我想 我想現在只針對因或德 這兩個字 有一些 如果是從社會住宅的性質 它基本上是一種政府所提供的一種公共給付 那原則上像這一類的公共給付 基本上是盡量 盡量還要去考量到財務配置的需求 所以盡量原則上 都用德是比較好 各位可以看到 原來前面那一項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德配合那裡也是德啦 好 那唯一 我覺得我自己 我自己態度上 我對於原住民的議題 我其實是覺得說都應該特別去重視 所以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也了解到剛剛鄭委員所提到的 確實 確實他的精神上 也是要再做判斷 因為要考量到是不是有這個能力 是不是有這個需求 是不是有這一些 所以法律上重視加上因性質上 性質上其實也必須考量現實的狀況 所以在這個基礎之上 基於對原住民的這個特別的 我們特別的重視 至少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 我是覺得是OK可以支持的啦 那看各位委員是不是也覺得這樣可行 就原住民的部分我覺得 來 國大所言 我只是想也請教各位 包括部長 其實這次偏因獲得最主要就是 我們必須也適度的授權地方政府 他的財糧 因為原住民族的住宅 我們的確 其實我上次卻有提到這個議題 例如剛才署長有提到說 原住民族都喜歡群居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在都會區 我們看到其實有兩種型態 一種就是現在被政府指控說是違建聚落的 這一些地區 大家要住在一起 可是的確也有一部分 我們在都會區遇到非常多 有另外一部分原民的聲音 是說他們自己很害怕會被標籤 所以這個的確也是另外一種不一樣的聲音 所以有沒有可能 德或是英到底哪一個字 可以讓我們的地方政府 他有一個裁量的權力跟空間 因為並不是所有的每一個百分之百的原民 都喜歡住在集合式住宅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原民 都喜歡分散在各地 那如何根據不同城市的都市原民 他不同的需求跟需要 授權給地方政府 讓他有裁量的空間 例如剛才這個政委員有特別提到 例如說特定的城市 好比說雲林等等 那某些原民或許他真的非常的分散 像台南也非常的分散 那這樣的情況 到底德或英才是更符合 原民的需要 其實我們是要思考這個問題 好各位委員我這樣聽起來 大家已經逐步有共識 我提出一個建議看大家覺得怎麼樣 齁 就是主管機關以及政天才委員 我們的這個高路委員 國大使委員等原住民委員 都認為應該要用英在法條上展現 對原住民興建社會住宅的重視跟法律上的這樣的意義 那同時大家也都有提到 也必須要視這個地方政府的實際情況 所以是不是我們用改成英 但基於改成是這樣子齁 英是 原住民族教育文化等傳承發展需要 新辦或獎勵民間新辦等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把兩者的意見放進去好嗎 這樣子 好 可以嗎 謝謝 請走位 請走位 那如果一定要蓋原住民的社會住宅 其實社會住宅裡面 我們就規定說原住民裡面能給他保留多少就好 如果在另外的蓋 我相信會多少能拿回來 我並不是不支持你們 你們要走日 這個社會走日這個民間的結合啊 恩召委報告 如果是因事的話齁 他就會有把這個考量考進去了啦 那 郭教授 李敬益委員請 我只是補充一句啦 我認為 政委員剛剛講的有他的道理啦 對原住民的重視這也有道理 但是必須考慮一點就是說 如果這個英是這樣做這樣解釋 也許在這裡沒有影響 那整部的住宅法裡面 只要提到英的 都會有不同的解釋 所以在法律用詞上 這個要非常非常注意 而且以各縣市來講 各縣市有這樣的權限 有這樣的處理能力沒有 這個其實非常知道齁 像陳昌民委員跟我齁 這個嘉義我們都增咖嘛 我們都增咖 所以我們必須顧慮的就是說 我們的縣市政府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這裡真的是可以英的話 就變成沒有就是不行 齁 那事實上 我們現在比如說我們都市原住民 其實我們嘉義市人數非常少 他也不一定要群聚在一起 所以如果用 給縣市政府有比較大的裁量空間 比較大的處理方式啦 那如果用英這個我並不堅持齁 但是只是說 後面住宅法相關用到英的 都會有不同的解釋 這在法律用語上 適不適當 我想大家要思考一下 以上 我們再做一個整理齁 其實 請張睿雄委員 我看不要揮啦 不要英也不要德 由政府 可以義務的話 也未必要強制到英 那講德又覺得很奇怪 好像看政府的氣氛 就有類似 至少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政府表達 他自己的一個氣魄 由政府來設置 未必要把英或者德 給放進去 好 來請姚恩志委員 陳吉邁委員 這 我覺得大家 要 是怎樣 是 我想說有人 有人把我嚇 咧 這個 因為我們是在講 整個住宅法 他的 主管的 權限 他的所有涉及的範疇 還有他的分工 那這裡有沒有必要 特別把原住民 投資 放在這裡 就是說如果要放 我其實不反對說 這個 基於原住民的文化傳承 或者是聚落 或者任何的需要 好 那地方政府 因地制宜 是各種條件 在 在 哪些地方 來設置這樣的一個 社會住宅 這我不反對 但是 我們現在在講 這個所有的職掌 我們是不是特別要把原住民 標在這裡 那他有沒有其他的法令 可以在別的地方來處理 還是說我們 我們一討論到 我們權責的劃分 就憨不當當 把大家關心的 通通放在這一條 然後 像接龍一樣 一直接下去 那比如說 原住民後面 那我們是不是在 在說 我們對 對 弱勢族群 我們是不是要推動 無障礙 宅公 這個身心障礙 這個做社會專屬的社會住宅 我們是不是要這樣子 這個立法體力 是不是應該要四平八穩 然後 然後 能夠把這個條文 拔輸得非常的清楚 那原住民 我覺得請正委員 稍微考慮 是不是 在別的條文來提的時候 比較適當 好 陳其邁委員 這個我先講 這個我的想法 就是說 因為各地區的這個型態不同 像 像高雄市 跟天林的這個 我們住在高雄市 高雄市有一些 就譬如說 納馬夏 那 那這個原鄉 附近的這個 這個地區 像八八風災 我們就有一些原住民的朋友 就牽到譬如說 大愛村啊等等 這個不同的一個地方 那 那這個未來 因為 城鄉差距的這個原理 有一些 原住民的朋友 他確實 他是比較 想到是 希望能夠住在一起的 這比較多 因為這個還是 真的是確實有一些文化 教育 傳承的 等等的這個需求啦 這個是不可否認 即使是在 比較都會地區 那有一些 那有一些 離鄉背景的原住民朋友 也希望說能夠 比較 住在一起 那當然有一些 像我們也要保障說 這個其他的 一般的這種 社會住宅裡頭 對原住民朋友的 這個比例 我們大概就要 基於保障原住民朋友 還是要保留 適當的一個比例啦 那現在的問題就來了啦 就是說 就是說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這個指的是 是原民會 啊 或者是 這一個 我們的 中央主管機關 那或者是 地方主管機關 這個會在 權責上 會有一些 落差啦 所以 這個 政委員的好意啦 只是說 那 這個 我是比較擔心說 那按照政委員的 這個 體力這樣寫 會不會 所以 以後蓋 這個 社會住宅 原住民的部分 就是原民會在 在蓋而已 其他就不蓋 那這樣 會不會限縮到說 地方政府 他叫基於照顧原住民 喔 他這個社會住宅 他的一個 多樣性的 一個選擇 喔 他的一個政策的 一個工具的 一個選擇不同 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一個地方啦 喔 所以 這個回到 啊 這個 這個 這個姚文哲委員 剛剛所提到的啦 齁 這個 講得那麼清楚 出發點是好意啦 齁 齁 但是 最後會不會 這個 好意 打折 齁 齁 齁 造成說 這個 齁 我的意思說沒有規定 反而你可以 怎麼樣去處理都 都可以啊 地方政府也可以 原民會也可以 齁 內政部也可以 結果弄一弄 變成最後都 都沒有 齁 那政委員的好意 應該是 政委員的意思應該是說 應啦 我看起來是應該 你的意思是說 反正你原民會你就是要蓋嘛 你的意思是要賦予主管機關的一個 一個的義務啦 但是寫得齁 這樣會不會 會不會你的你的好意被打折 這個是比較擔心的地方 齁 請政聽者委員 齁 齁 齁 謝謝各位委員提出 齁這麼多的意見齁 齁 第一點齁 原住民族基本法 有規定 政府應制定原住民族住宅政策 齁 這是這樣 但是一直都沒有齁 那住宅法在當年在制定的時候 都也都沒有考量到這個部分 因此 談到剛才陳委員提到說 沒有規定的話 嚴明會也可以做做什麼齁 但是因為涉及到編列預算的時候 就是說因為住宅法的主管機關是內政部 齁 就如同剛才嚴明會的代表的意見 他一直認為雖然內政部不是他嚴明會 就會產生這個原住民族基本法 這個住宅政策到底誰來做 齁 這十幾年來就是這樣 空在那邊齁 一直擺盪 所以因為住宅法的主管機關是內政部 那因為這樣的意見 在上一屆一直有不斷的發生 所以內政部在草擬這一次的行政院版的住宅法的時候 才會在第二條裡面 其實這個第二條是針對原住民 他增加的第二條的最後一項 原來行政院版的最後一項 也就是說這個 各務地事業主管機關得配合政策需要 其實他是針對原住民 當然其他的勞工或是軍艦 也需要的話也可以 或是老人有需要也可以 是這樣的一個考量 那原住民族的住宅政策 要怎麼樣去能夠把它強化 我本來提的修正東西 跟姚委員說明 姚文智說明 姚委員 本來不在第二條 我本來沒有放在第二條 是上一次的會議 大家討論了之後 認為從第一條到最後條來看 看起來放在第二條會比較適當 所以就做了這樣的一個修正 那我原來提的 不是寫各務地事業主管機關 我只有寫主管機關 到時候因為配合前面那一項 各務地事業主管機關 就可以釐清出來 所以 那是內政部 在營建署在做 整理的時候 現在整理成現在的條文 做以上的一個說明 所以我還是 建議各位委員 能夠 依我們剛才召集委 我們主席 所提的修正意見 來做一個 以上 那個高路委員 對不起 那個徐委員第一次發言先 然後再高路委員 主席好 其實我剛才聽那個政委員講的 其實是很有道理的 尤其是他後來又增列了 各務地事業主管機關這個部分 又增列了既然是 是對於我們這個尊重原住民的部分 所以剛才主席的裁決裡面 改成英式原住民族教育文化等 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是很恰當的 謝謝 謝謝 其實齁 剛剛大家都提到就是說 原住民的住宅的比例 其實都不是比例的問題 也不是說我們一定要 在我們的社會住宅要有多少 多少的這個原住 原住民的社會住宅 而是需求的問題 大家想想看喔 我們在住宅法喔 跟相關的法規裡面 都會提到 一定要有無障礙空間 可是我們通常都會想到 我們都要有一個無障礙空間 甚至會有一個無障礙的住宅 的相關的基準 跟設定的這種辦法 可是呢 從來就不會有想到 原住民他有特別的需求 比如說當然會有人家會 思考就是說 原住民可不可以去選擇 他要不要去一個集合式的 可不可以糾團的 或是說原住民可以 希望就是融入社會的方式 但是他們就是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基於社會住宅的這樣的 精神跟價值 本來就應該要針對原住民 要去設定一個這樣的一個條款 那我會認為就是說 其實在第二條裡頭 有沒有必要用專攻兩個字啦 就是說當然就要視為需要 但是呢就是要提供原住民所需要的 要糾團的 要住在一起的 要結合生活的那種方式 以傳承文化 這不只是原期法裡面所規定的 而是我覺得 在這個社會住宅 他的基本價值裡面就應該要擁有的 好謝謝 好謝謝 我們是不是這一題先討論到這裡好不好 就是說 我們大家看起來 意見去一致啦 那是不是可以讓我們試著建議 就是說 這一項的部分 改成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是 援助民族教育文化等 傳承需要 以下筒這樣子 然後 然後表達決心 又給予一定的裁量空間 這樣好嗎 這樣子 好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第二條就這樣喔 好 我們進入到第七條 第四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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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本的這一本喔 第四十五頁 好我們請各位委員 來意見一下好不好 我們這個第七條有 吳玉琴委員的 統籌說明一下 統籌說明是不是 好我們請那個署長 好 各位委員 有關第七條 大概有那個 吳玉琴委員 還有雅翁志委員 然後當然也有我們招委員 等的相關意見 我是不是統籌一下我們的意見 就是 有關於這個住宅基金 那我們行政院版是 規定 中央跟地方 他的這個 基金的來源 分別這樣子定 那幾位委員的提案 是加了一些啦 那我們大概 總要的一個說明 第一個就是說 有些委員是建議說 將譬如說 所得稅啦 土地稅啦 房屋稅等這些 都來加進 不過 依照我們 財政部跟主計總處 等的意見 他們財主的意見是說 整個中央的預算 其實都是包括這些的稅收來源 那由這個稅收來源 再編 這個相關的這個預算的話 應該是已經含瓜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財主的這個單位 是建議說 不要這樣在免一項一項的列局啦 那火車這個列的太多了一點 這第一個 是有關這個各種稅客 這個來源的定進來 那第二個就是說 稅客是不是 這些客稅是不是要定一個提波比例進來 同樣道理 這個也是財政部的 跟地方政府的一些意見 他們認為說 這個預算還是有一點彈性是比較好 也讓有些地方有一點自主自治啦 所以他們建議說 就不必特別為到底要提波百分比多少 這個進來 這個到第二 那第三就是說 要不要再定一個收支 這個保管運用辦法 那其實這個依照目前的預算法 21條96條等 這個都已經有明定 整個整個的方式 是不是說 我們建議說 不要再另外詳定 那至於有關第四點 就是有關金融機構的這個融資的部分 那這裡是將負債的這個部分 都納進來 那因為這個也是財主 行政院的財主單位 他們認為說 這個應該不是 不適合在這個 將負債這個 列為這個基金的來源 所以 我們基本上 是不是說 尊重財主單位 還有整個的立法的體制 是不是就維持行政院的版本 那至於趙薇的版本 大部分我們是已經列入 那個在行政院版本裡面 以上我做 就這個 三種的提案的版本 做這樣的 中和性的說明 謝謝 好 那個兩位提案委員 或其他委員沒意見 那請黃委員 那個主席 上一次我們一開始在 這個巡討的時候 當時我就跟 內政部要一些資料 因為我們知道 國宅大概 目前為止 國宅基金 像高雄市 大家都知道 後來就破產了 就沒了 然後整個他們 所蓋的國宅 例如國貿國宅 他們整個要做整修的工作 現在就整個都停頓 那包括說 當時我要求一個資料 就是說 全國類似這樣狀況的 包括子豬不瘦的部分 有一些 當時蓋的是 子豬不瘦的部分 跟目前的管理的資料 到今天為止 我沒有拿到 到今天為止 我沒有拿到 所以全國大概 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大概有多少 那麼我們今天在用 中央住宅基金 我們的 你們應該有估算 大概有多 要用注入多少的資金等等 那如果未來又發生 類似國宅基金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面對 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是我們今天在這裡 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必須要把它放進去 我想那個 包括那個 那個主席都知道 你看國貿國宅那邊 我們要 變成善不管地帶 高雄市政府說 這是國宅基金 內政部說 那個是高雄市政府 應該管的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 讓我們知道 未來到底我們怎麼做 然後 全國有多少 國宅基金是破產的 也讓我們也知道 好 謝謝 新陳昌明而言 關於 自宅基金的來源 在裡面我比較看不懂的 就是辦理都市計畫 融機獎勵回饋之收入 還有第四點 都市計畫 增格融機出售之收入 辦理都市計畫 那邊更 之間做收入 我這個我想說 就給它了解一下 但是我要在這裡面 齁 就是公共設施保留地 如果你融機在鼓勵的時候 公共設施保留地 我們幾十年都沒有更加徵收 所以在這裡面 你融機的移轉裡面 公共設施保留地 也要把它蓋過在裡面 不然幾十年 你給我做公共設施保留地 都沒有跟我徵收 我苦苦在那邊等著 現在有很多 市政府的代金 它收了代金 它不去做徵收土地之用 都挪到別的建設去用 所以這跟裡面 包括我們土地徵收條例 包括我們要辦的這個 都非常息息相關 所以我希望這邊的考慮的時候 把這個要說明得很清楚 到底是融機鼓勵 要不要順便把公共設施保留地 融機移轉裡面的加進去 一道來解決 產足的效益會更大 我是建議這裡面 真的還要再尊重 還要再討論一下 想真兩千其免的辦法 一個偵測下來 有好幾種 功效的收益在 不曉得我們內政部 對這個抗法是什麼樣 好 有兩個題目 一個是黃委員關注的就是 這個財政的支印 能不能穩定 因為先前的國宅 好像有不穩定的這種狀況 然後以及整委員官司 就是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問題 能不能一併在這次做解決 能不能說明一下 好 向各位委員報告 關於黃委員提到的這個 未來社會住宅的這個經營管理的基金 我們現在內政部正在研擬一個 8020萬戶的社會住宅的新辦的方案 預計接下來要報行政院河北 那我們也跟縣市政府都有做過一些討論 也就是說未來 縣市政府在社會住宅的租金收入裡頭 一部分的收入要來提拨償還 這個興建的融資的貸款 另外會有一部分就會保留下來 當作社區的長期維護管理基金 那那個部分都是專款專用 都會要求我們在整個財務計畫裡面 會要求他們把這個部分都要 有一個專戶來處理 所以說這個部分未來整個社區 不管是長期要換電梯啦 要拉皮啦這些事情 原則上都會有一個 每個月逐月持續提拨累積的一個基金 在每一個社區裡頭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都有 有要求他們編列預算 所以未來這個部分是不會發生 這方面的問題 那另外陳委員提到的 關於公設公保地的這個徵收 其實公保地的 我們現在提的這些是 地方政府的住宅基金的財源嘛 但是他並不是強制說 你一定要把這個部分拿來 當作住宅基金 其實他這個收入 各種的不管農移的收入 土地變更回饋的收入 其實地方政府要回到他自己 看是用平均利權基金 還是用什麼樣的基金 對於公設保留地的徵收 他能夠另外去處理 但是你在住宅法比較難去要求 他這筆錢要拿來徵收公保地啦 所以那個部分是不在住宅法的範圍 我跟委員說明 這是兩回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有預算程序波充等等的 那個主席 我剛剛講就是說 全國的國民住宅 破產跟這些 包括說子豬不壽的這些 我上次質詢就要求他們給我資料 到今天為止 資料再補啦 不過 不是資料再補 我懂我懂我整理一下 就是說 以前的那種失敗經驗跟這一次 為什麼會成功比較一下 好不好 這個資料我們可以提供啦 不過就是說 很簡單說明一下啦 就是 國宅從新辦到目前為止 原來都是在地方政府 因為都是 幾乎是照成本多一點點 那個 這樣子價格賣給 所以是不會倒啦 基本上不會倒 那後來所有的 這個 所有的住宅 全部都要中央來 難免有非常少部分是呆帳啦 因為真的 有那個非常很特殊的 那個就由中央住宅基金來吸收 到目前為止跟黃委報告 各縣市沒有說住宅基金是負債的 沒有 他都還蠻 還蠻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的 國宅不蓋了以後 用租金補貼 大部分都是地方 地方自己先量力他可以多少之下 剩下的大部分都中央來這個住宅基金來支應 所以其實地方政府也還好啦 都不會造成他財政的這樣困難 那剛剛至於新建的話 要新建的話 那現在我們剛剛正次已經說明了 將來會也有一定的那個 來協助的辦法 如果本法修正完了以後 如果可以照我們的理想 將來如果地方政府在整個的 這個他的財務如果平衡不足的時候 各地方政府財務真的不足的時候 這個會由中央的住宅基金 來補他的差額 來補他的差額 來協助的解決 這第一點我跟黃委員說明 那詳細資料 我們可以提供給黃委員 至於那個陳委員說的 這幾款 這個我們院版的這三四五款 就是特別特別的 將都市計畫 你既然有一些 譬如說剛剛陳委員說的 公共設施保留地 現在不是減半徵收嗎 一公頃現在變成0.5公頃 那0.5公頃 裡面會有一些是公共設施 大概會我們 譬如說三層是公共設施 那就會地方政府有兩層的 這個土地 或是那個相關的那個 這個代金方式來收入 我們希望這個部分 也是很彈性的加進來 讓地方政府可以 專款來運用這個部分的來源 可以來辦社會住宅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也把 陳委員說的 公共設施 比如說要變更的話 減半 那這個部分 其實都有進來的 這個都有考量進來 那當然如果說有容積 容積是因為容積的變更 我們要興建社會住宅的時候 那這裡本來是比較低容積 所以我們認為 他的交通條件都非常好 他應該可以再增加一點 建築強度的時候 這個容積給他多一點的時候 這個應該 有一些可以回饋來做社會住宅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來尋地 最主要尋地的這個 可能性能夠增加 好不好 這個我要以上 應該陳委員的那個 剛剛那個問題 就是在第五款 應該 甚至在那個 第四款 院版第四五款裡面 都應該都有考量 好不好 以上謝謝 國藝晴委員 然後再杭昭順委員 主席 本席跟姚文智委員 有提到有關 房屋土地交易所得合一稅的部分 應該列入到我們這個住宅基金 那主要是依據所得稅法 我們 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的規定 裡面依第十四條之四 還有第十四條之八 以及二十四條之五規定 計算課稅 課增之所得稅課收入 扣除由中央統籌分配 於地方之餘額 尋預算程序 用於住宅政策 及長照 服務的支出 其分配及運用辦法 是由財政部 會同內政部 及衛部定資 所以這個稅源是非常的清楚 是用在住宅政策的 所以 沒有放進來有點奇怪 反而好像有點不完備 所以我覺得 這個稅源應該 作為基金來源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至於本席有提到說融資 有希望能夠列入 但是 這個行政院版是沒有採納 所以這部分我們並沒有很堅持 但融資能不能不列入中央及 縣市政府公債的公共債務 這上次我也問過部長 我覺得這部分應該要有一個 統一的韓式 否則會非常難推動 以上 主席我現在可以講話了嗎 主席 我覺得那個署長剛才沒有 針對我的問題回答 因為 我大概詳細的數字已經忘記了 大概我們的國債基金以前 大概是負債大概有300多億 結果後來就把它解散掉了 所以例如像我們國貿國宅 就是用國宅 以前都是用基金去處理 以前都是用國宅基金去做維修等等 那但是現在就沒有了 大概全國各地大概這樣子的狀況非常的多 然後還有一些子豬不受的那些的管理到今天 那些說到今天都沒有給我 這樣子啦 資料請趕快提供啦 不是趕快提供 因為這個有債務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要知道 不過沒有 因為剛才就說沒有嘛 所以是不是請財務主 你再詳細說明一下好不好 趙偉 各位委員 大家好 事實上剛剛黃委員所講的那個國宅基金 在97年的時候 因為是國宅的興建 以前是有分假與婦 那地方政府他可以自己蓋 但是錢還是由中央撥給那個地方政府 那國宅基金在97年整併以後 就是轉型為那個住宅基金 那高雄市政府的那個基金 他是自 他也是有一個基金的那個收支保管運用辦法 那我們國宅的興建應該是他在成本以下訂定 但是出售的部分應該是 我想應該不會有像那個委員所講說他負債 因為負債的話 應該也不是在那個基金裡面 但是 但是 沒有沒有沒有 是病入住宅基金 對對對 那如果病入住宅基金 理論上 理論上如果是病入住宅基金 那他們在一些維修等等 他們要過來協助 到現在他們完全沒有辦法 完全是沒有辦法 所以你現在關心的不是破產問題 是他先後續管理的 我現在在關心的就是說 你當時的國民住宅蓋 結果現在是 補充說明一下 幫他自己處理 那管理的問題也說明一下 不是只有管理的問題 就是 他等於沒有這個基金來 維護這個部分 那位 國宅的管理機制是在那個 國宅出售以後 他出售的那個價格 會提拨3%當作廣為基金 然後這個廣為基金 會由當時的地方政府 成立一個專戶 來做社區的管理維護 你誤會我的意思 黃委員不是這個意思 現在就是放空 沒有 現在就是放空 然後那個基金就沒有了 那不是放空 是因為國宅條例 廢除以後 會把這個 所有的剛剛講的各社區 本來有的那個3%的那個廣為基金 會提存到法院 讓那個各社區去 認領回去 去做他以後的 後續的那個管理維護 那本來國宅條例 他的國宅的功能是 政府長期的維護管理 那因為國宅條例會指 所以回歸到公益大廈 回歸到公益大廈之後 那3%的那個 剛出的那個價款的 廣為基金就自己維護 好 那這個部分跟未來的社會住宅 有什麼不同 再說明一下吧 社會住宅是取值以這個精神 就是把那個3% 就是以後會有 蓋好的這個社會住宅 會提拨一部分的比例 就是做這個維護的工作 所以就跟現在這個狀況不一樣 因為會變成是說 一樣就是由政府長期做管理維護 那個老文字委員 也是長期維護的 好 那這製財基金當然很多委員都提出了 提出了版本 那有的當然是認為說 這個取之於地產 那就用之於社宅 這是一個最直接的想法 那我是覺得說 我們這樣討論這些 包括融資 可不可以 包括怎麼樣去 呃 去 框定 或者是設定說 我們有相當的收入 我想問一個根本的問題 我們對這個住宅基金的想像是多少錢 對啊 我們現在不是要得設置住宅基金嗎 那現在第七條不是得設置住宅基金嗎 那你要發揮什麼功能 那你大概 你大概未來他是有多少錢 他在那裡提供這些功能 對不對 對 因為 因為齁 坦白講我們現在的一些討論 其實 其實 有的觀念我都可以接受 你說都給 像是 像是 預算程序 撥充 基金採訪處分 社會住宅新辦的收益 好 問題是這些收益未來都 不是那麼樂觀 因為社會住宅本來就是照顧弱勢 好 那你通通通要求他自償 好 那融資不是定得很確定 那到底 到底我們政府對 住宅基金 他的積極程度到哪裡 現在我們定了很多條件 其實是 其實是 無非是為了讓 讓中央或地方 他的裁員非常確定 讓真的要推動的 他其實有一個很明確的依據 那你如果做得不足的 未來 未來民間可以根據這樣來要求 那現在 現在 在變版的立場是比較寬鬆 比較寬鬆 好 那當然現在我知道小英政府 我們的英政府有決心啊 但是如果 如果 未來呢 未來呢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對 我們對這個住宅基金的想像是怎樣 因為我給大家一個參考數字啦 這是 這個這麼辛苦 這個有人協助整理出來 我 像 像 像荷蘭是 853億歐元 像 香港是 740億港幣 像 韓國 韓國是 1367億美金 好 日本是 24 將近25兆 日元 沒有多少 我覺得這個問題 大家討論一下 好 那當然 每個不同的國家 它有不同的制度 它有的範疇是非常廣的 好 來 請華次長 我想國外的那個基金 其實它當然它功能不是只有新辦社會住宅 有些甚至是有融資 給人家買房子 給老百姓買房子 或者是從都市更新的推動等等 所以說它那個基金的base 非常非常龐大 我們現在的處理方式是 我們會先針對 8年20萬戶的社會住宅政策 它未來每一年的總的財務的需求 我們會 我們都有做詳細的評估 那甚至說 我們因為社會住宅蓋好之後 要營運可能到50年 所以我們甚至已經把 未來50年 每一年可能需要的財務 我們大概都有算過了 就針對這8年20萬戶的範圍 還有包含 我們還有在做租金補貼 過去的租金補貼 購物利息補貼 我們需要的財務 其實我們都 當然都有做很詳細的財務的規劃 都了解 所以我們現階段 對於住宅基金的這個 基金規模的需求 首先是以滿足 以及未來的資金需求狀況 有缺口 這就是我們要向行政院 再請他們針對 依據預算程序再進行波充 的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所以這部分其實是有詳細的精算 所以也請各位至少在社會住宅這個部分的財務 或者是包含租金補貼 利息補貼這一塊 和住宅基金的關係 是有非常精確的一個觀念性存在 這個一樣的問題 不好意思 但是 這個部分可以去精算 我現在只問初估 好不好 我現在只問初估 因為如果說我們現在在訂的是 是整個未來可長可久的住宅基金的定位 跟它的發展 然後它的財源 但是剛剛花次長回答的是 你八年推動二十萬戶 你大概需要多少錢 但是這兩個不一樣 因為我們的前面是說 你看其實我們這是非常彈性的 我們要健全住宅市場 辦理住宅補貼 這是院版的字眼 那如果是這樣的定位的話 那是多少 那如果是實現這個 八年二十萬戶那是多少 這個 各位委員再補充一下 八年二十萬當然是一個需求 其實住宅補貼另外還包含了 另外的現在在辦的租金補貼 購物優惠利息補貼 那個部分其實我們都已經算進來 我們都有去計算未來的這個資金需求 所以原則上大概要有的數字會有 那另外健全住宅市場 這個部分比較是屬於一般的業務費用 它比較沒有說要大量的資金的投入 所以說這部分的預算需求 或基金的需求規模 其實相對比較小 所以說我們其實只要用我們基金的 日常的營運費用 的那個部分來cover 其實是可以滿足剛剛提到的 當然如果說要往下再說 提升居住品質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因為那可能跟都更又有關係 所以我們未來還有另外一個 是從都更基金都更業務的推動底下 另外去搭配一個 所以說我們在營建署裡面 其實是有一個營建基金 包含了住宅基金 都更基金 新市政基金等等 好幾種基金在裡頭 它會搭配的使用 所以並不是全部都要放在住宅基金 我們現在請陳怡傑委員 這個習政委委員 不好意思來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你第七條上面寫主管機關為健全住宅市場 第一個 我覺得你健全住宅市場的這個框架有點大啦 就是說因為為什麼我這樣問 因為你說你的基金來源 第一個是政府一預算程序撥充 那到底你撥充是多少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你撥充的額度到底是多少 因為後面二三四 我看其實相對沒有這麼多 不算是一個穩固的裁員嗎 所以你可能是第一項會占絕大部分 那第一項絕大部分 如果一預算程序去撥充 到底撥充的數字有多少 因為這個是全民買單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知道你的數字大概有多少 因為你就像你前面框了這麼大說 健全住宅市場等等 譬如說剛剛市長你有提到 如果說在增加住宅品質等等的這些問題 到最後預算上都會有相對的影響性存在嗎 那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請內政部可以讓我們了解一下 到底是怎麼 因為你們這框架框太大了 然後第一點 二三四我們看 我不認為 因為過往的一個 實質的案例 其實我不認為二三四的這個收入有這麼的穩定嗎 不然當時你就不會 住宅基金就不會破產 而影響到一些青年補貼嗎 我記得是這樣嗎 包括付金不是青年 青年安心成家 有些好像都有影響到嗎 對啊對啊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請你們回答 我先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住宅基金現在有六百多億 在住宅基金裡 中央住宅基金 現在整個凈資產有六百多億 那當然我們在整個政府住宅新辦計畫的抱怨和背之後 怨還是會針對我們所規劃的金額會按年撥充嗎 所以它未來會納入每年的總預算裡面還有一筆金額會進來 所以說這個整個其實都有精算 所以這部分大概 雖然說我們都知道其他的二三四 財產處分這些部分 這個利息收入等等 這確實是比較不穩定 沒有錯 所以當然主要是靠這個中央的預算撥充 而且我們會把這個預算撥充的數字 會事先擬好計畫 然後以後就是每年照這個計畫來撥充 那我們是不是請主席總處也說明一下 主席總處的部分 針對目前的那個中央基金撥充的情形說明一下好不好 你跟各位說剛好 那個目前那個住宅基金的話 我們106年度 因為住宅基金它的需求的話是10億嘛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全部 106年是全部由公共預算來做一個撥充 那未來就是說我們會 逐年是整個住宅基金 它整個資源需求的話 再看國庫要怎麼來協助 那剛剛那個內政部的那個花次長 還有補充嘛 就是說目前其實住宅基金的話 它整個資產還有它整個現金的話 其實應該是還足夠短期的 目前有多少 目前大概 他們的資產好像有六百多億嘛 那現金的花安高還有一百多億 對 好 好 好那請徐政會徐委員 主席好喔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八年二十萬戶 有沒有這個按照這個人口的比例啊 在各職轄市或縣轄市來這個估算這個部分喔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這個比較財政比較平級的部分 那你這個基金的來源 剛才吳玉琴委員提的是這個基金的來源 要從地價稅這個土地稅房屋稅的部分 可是喔 因為這個 比較偏鄉比較平級的縣市 其實這兩個稅對於這個財政的改善是有改善 因為是它是完全是地方稅嘛 所以如果把這個列到要把它納到基金 其實那對於地方的財源就不足了 那另外就是剛才 剛才徐委員有講了 就是我們有關於每一個縣市的你的新建的比例 是不是有跟我們地方的人口數怎麼樣 好因為 如果說你現在都會地區 你的土地取得的價值太高了 你會不會移到到 移到比較容易取得土地又便宜的地方去 好會不會是這樣 好這個部分可不可以給予解釋一下 謝謝 好謝謝徐委員喔 我想第一個齁 我們在這個社會住宅新建的這個區位分佈 我們首先先尊重各的縣市政府的提案 現在只要縣市政府提案出來的計畫 我們內政部絕對全力的協助 不管在融資上面或在土地取得 我們都會盡可能的全力協助 那如果說有一些縣市政府它基於 真的基於財政能力或地方的執行量能不足 但是它卻有需要 其實內政部也可以主動介入來代為清辦 好我們在住宅法裡面其實都有 這樣的一個規範進去了 那我們在我們現在的那個 深入住宅的實施計畫的方案裡面 我們也有這樣的一個 內政部有自己這樣的一個準備 好所以說這個部分我想也請地方政府都能夠放心了 好那特別是我們在新建的個案 一定是選擇在交通方便的地方 不會選擇在一些偏遠的地方 好跟委員做這樣說明 好那請徐委員可以參照18條 他就是我剛才華次長講的那個部分 那個姚文治委員 然後再那個陳一傑委員 不好意思我再問一下 因為剛剛我問的是中央的住宅基金嘛 那其實我們也會討論到地方 所以剛剛徐委員其實有問到 那地方也應該要設 依照我們現在這個修法 地方也要設這個住宅基金 那地方的現況現在如何 就是我們在場有沒有人可以知道說 我們的縣市政府或者是六都住宅基金 有任何一個縣市有設立嗎 都有嗎 大概 六都 六都都有 那他們的規模是怎樣 來你們麥克風 為什麼問這問題啊 其實 其實因為最近這個地價稅房屋稅 當然這個很多討論 那我們的提案是認為說這個地方稅 地方稅 尤其是房屋跟地價 那在住宅基金的益住 我們應該要非常清楚的把它標示 這個免得地方 因為地方政府最近增加了地價稅房屋稅 可是很多市民都在問說 增加以後做什麼啊 那做什麼 做什麼是益住到市庫 然後 然後 這個 自由自在要做什麼都做什麼 還是說應該有一定的比例 他應該來協助 他的住宅基金 所以我要問說他們現在到底 這個六都 地方的住宅基金的情況到底如何 要不要先說明一下 是 有關那個各位人 還有這個奧位 那個有關各縣政府的住宅基金 目前來講主要是以六都為主 六都大概有住宅基金 那其中 那詳細數字我不清楚 不過我大概知道台北市的部分 他是比較充足大概有 現金流大概就有100多億 大概這個我是不是知道的 那至於就是現在就是 過去我們對於地方的這個基金的收入來源 沒有把地價稅或者是房屋稅 這些相關的這些房地的稅收納進去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 這個是因為地方它都是一個統籌之印的 如果就把他這邊把他名列的話 會擔心到影響他們整個財務運輸 但是基本上他們對於 取自於房地用自於房地 他們這個方向他們也都認同 地方政府他們是會朝這個方向來處理 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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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等一下這個是陳怡傑委員 陳詹敏委員 在黃昭春委員 陳怡傑委員 陳怡傑委員 在這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剛剛又在看了一次確認 因為當時你們有說 八年要投入4000億的社會住宅 這是蔡總統當時的政見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這4000億的 他所謂他要八年 共投入4000億的社會住宅 要要花在這邊 那請問是用這個住宅基金來支付嗎 不是 那如果不是的話 我要那有多少是動用在 就第一個請你們說明 那第二個是 那會不會影響到這個基金的費用 或者是用多少比例在動用 這是第二個問題 對 好 跟陳怡傑委員回應 那其實社會住宅八年二十萬戶裡面 其實我們現在規劃的是十萬戶要興建 那預計大概整個興建的費用 大概在3000億出頭 但是這個部分不是由預算或住宅基金 直接編列來興建 而是以銀行融資的方式為主 那再用租金收入來償還這個融資 每個月該償還的金額 那如果說地方政府 因為有些地方政府的租金收入比較低 那個缺口 那我們就由中央的住宅基金來補助那個缺口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們補的是缺口 因為這樣的話整個財務運用效率會最大 沒有評估說這個缺口大概要彌補到多少 因為有 對對那大概是多少可以了解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問 因為我們不希望說 因為我們不希望到最後 到最後是用全民買單的方式來兌現職政府的政策 我覺得這個是不公平的 對全民是不公平的 也不需要到全民買單來兌現職政府的政策 所以如果你說以短缺的部分 會運用這個社會住宅去彌補那樣子的短缺 那我想要知道這個短缺大概預估 因為你們一定會去做預估了 因為你已經知道3000億會畫在社會網紅上面 那大概這個短缺的數值會多少 當然詳細了 詳細了數是因為還沒有報行政院做最後核定的確認 大概的概念 新建12萬戶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未來8年我們在這個利息的缺口 包含了新建期 因為那時候完全沒有利息 新建期的利息我們全額都補助 我是說全額補助 如果全額補助的話 這個補助金額在8年會低於100億 這12萬戶不只動工 這12萬戶不只動工 就是韓營運 韓營運的那個缺口 其實這8年我們在這個償還的那個利息 或是不只利息 本金和利息的那個缺口 其實是低於100億啦 所以就是說會影響的部分 就是等於說在這個社會住宅基金裡面 會去補所謂短缺的部分就是100億 最多就是不會超過100億 是這個意思 我講的是新建的這部分 新建的這部分 因為我們還有保護住宅管的住宅 那又是另外一塊 對對對對對 我會聽也不舒服 好像台灣的問題只有六都的問題 國家的全部資源都用到六都去 部長 啊我們會六都的話 你有沒有什麼補助給我們 我們攪了很多 所以工廠都在我們那邊 啊你好康的用六都去享受 所以這個實在講 你不要跟我想是說 如果不是會六都的宣誓 如果來重相差跡 我覺得國家都只保著這個六都在 所以我一聽一聽 我真的越想我越不舒服 啊你不算人家都說 只躲起人家都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一定要有所保留在 如果在會六都的時候 其他人也沒有跟我招 我回去想好 想好我才要給這個通過 不然這個樣子 什麼叫做公平正義在哪裡 只有六都有公平正義 我們會六都的十幾個縣市 都沒有公平正義勒 我挑了幾年在你那裡嗎 你整個都沒有嘛 好不好 真的喔 這個問題要好好的思考啊 我們不會六都的 不一定要合從黨的政策啊 我們要替我們來爭取全力啊 來我們請部長說明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不要委員 委員有持續關心這一個問題啦 但是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推這個 當然是有它需求面 現實的條件沒有錯 但絕對不是說 只偏後哪一些地方 詳細的細節我請次長 來跟你說明一下 各位我們報告 例如說我們在講說 那個租金償還 那個銀行融資的缺口 其實台北市和新北市 因為它市場租金高 所以它是沒有缺口的 它反而這個部分 我不用補它 反而是什麼 例如說好苗栗 它的資金 它的租金比較低 所以它的資金缺口會比較大 所以苗栗縣政府 要是真的要新辦 其實那個資金缺口 其實會很大 我們百分之百 中央的住宅基金 就百分之百補 所以你辦越多 我補越多 而且縣政府反而不用出錢 我真的想 我越聽越生氣 您都市人在講話 有沒有想 我先跟你報告一個狀況 如果你到山邊海邊去走一下 年輕人都在外面探家 阿公阿嬤都照顧你們都市人的孫子 你說我那邊唱我 我那邊皇子多啊 我用不上你說這個優惠要給我 所以這個觀念的問題 我始終一直想不通怎麼政府的政策 一定要蓋社會自宅 那像我也很辛苦 每天五點六點的那個洪委員更早 我們從彰化大車到台北市 也不夠四十分鐘 你為什麼不小一套把它分散到鄉下去 在那個比較非六度的地方去 你們這樣會產生什麼效應 越繁榮的地方越繁榮 越沒有發展的地方會越沒落在阿 你台灣的政府是為六度而省的 哪裡有為我們十六縣市而生存的 我越挑我就覺得越不對 我要好好思考一下 我們這樣子請黃昭順委員 然後徐政委員講完以後我們休息一下子 那個陳委員你不要萬談啦 我每天早上大概都會碰到洪委員 碰到還有賴委員 我們常常都還坐在一起 我們都一樣可憐 我們從一樣就是清早五點多六點鐘 就是在高鐵上 所以你不用萬談 你坐的時間又憑我多 我一定憑你更多 因為我在高雄開始坐 我也是六度的 但是我現在有幾件事想要請教 因為我始終搞不懂 你剛剛講說台北市的這個住宅基金 有100億的現金流在那邊動 那六度裡面我想這個數字 是必須要給我們做參考 我不知道高雄現在有多少 還有其他的縣市到底是長怎樣 因為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理論上以前的國宅 就必須要用住宅基金去跟他們協助嗎 沒有那那些以前的國宅就任由他們在那邊 自身市面嗎 我想不是這個這個 我從那天執行一直到今天 你到現在不給我資料 我都有一點 因為他這樣子 他們都很久 沒辦法處理 我覺得這樣子對那個整個的環境 是有問題的 變成我們內政部我們的營建署 通通自身市外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因為剛剛有委員提到 這個地價稅跟房屋稅的事 我想這次地價稅跟房屋稅 引起全國的人民非常的痛 而且痛到他們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我看了宜蘭他們是重新弄嘛 那台灣是打六折 然後林院長說都不可以這樣子各縣市弄 那我要知道的是 這些漲幅這麼高的縣市 包括我們高雄的人物 那漲幅大概是我們高雄市最高的 大家都哀哀叫 而且不曉得怎麼做 那如果沒有能力 在這個時候 因為你今年漲了 如果大家不處理 那明年就繼續 就照這個活度繼續走下去 所以變成說這個漲價 對大家來講是很痛的 那我不知道內政部 因為我看了 我有看新聞說 發社長說要重新評估 我不知道 我有看到新聞 有耶我看新聞是你講的 沒有啦 沒有啦 那你不太澄清 我看什麼 我還是要鎖定住宅法 我知道 因為剛才有提到 因為這個是也是全部的人都很關心的 那現在到底我們內政部怎麼做 可不可以每一個縣市各自來做 或者是我們要重新評估 或者重新處理 我覺得這一段可能要 邀請部長今天來到這裡順便一起說明 好 這樣子我們再請習委員講一下之後 我們部長說明一下 我們休息十分鐘 之後陳昭明委員跟吳錡明委員在發言 然後我們就來試著看 處理看看或保留或怎麼樣 好 主席好 我非常認同我們陳昭明委員講的 真的所有的 所有的益住通通都在六都 所有的益住 我們想想看其實以花蓮縣為例 我們在老房老人 那現在第一個人口一直外流 然後你房子 老人家這個一直凋零了 然後房子就越來越多 你真的要蓋社會住宅 這個部分當然剛才我們的次長有說 中央政府全力主動積極來介入來幫忙 但是蓋如果真的蓋了 那你房租真的它收了回來收不回來 那你說這個住宅基金可以來補貼 那到底補貼多少 好這個部分 我們真的是必須要把它講得清清楚楚 這樣才有辦法去推動 那另外就是剛才我們王委員也講 這個地價稅的部分 因為之前華市長講的是要基準地價的部分 然後取代我們的這個公告地價 和公告限制嘛 是這樣子 好 所以 所以其實 要澄清啦 因為其實我那天也算給這個部長聽 好 這個真的是如果這個 另外 因為它完全是地方稅嘛 那中央是不是 因為完全是地方稅 那中央 您又要求它 這個公告限制的部分每年要調 公告地價又三年調一次 是不是可以授予給地方政府自己來決定嘛 因為這是地方稅嘛 是不是 這個部分是額外的 因為呼應一下我們黃委員 好謝謝 好那請主管基關說明一下 一個重點就是 那個有關於地方稅 因為地方稅 如果是六都的話 你把它納到這個住宅基金的話 我沒有意見 因為六都的部分 它的房屋稅 地價稅 都高嘛 都這個 技術比較多嘛 但是地方上沒有辦法 因為地方的資源 財政太平級了 所以你還把它納到這個基金來 不公平啦 我們的版本 我們的版本沒有 我們的版本沒有 行政院版 行政院版沒有 我們的委員的版本沒有 所以我支持行政院版 好 要說明嗎 要說明嗎 現在是休息嗎 沒有沒有要說明一下 說明一下再說一下 有剛才委員說 讓大家說明一下 他可以說明 但是休息的時候 剛才有些問題 我要來處理 而且資料都沒給我 你看包括住宅 幾乎沒有一樣資料給我 包括警察多少都沒有給我 簡單說明一下 好 我們的所有 黃委員所提到的資料 我們能提供 我們盡量盡快提供 謝謝 謝謝委員 那剛剛所提到那個部分 其實已經 其實已經有許多場合都有 都有說明過了 剛剛宜蘭的部分 其實他只是更正 針對 針對農發條例 農發條例 那在2000年施行前後 那這個900戶 那個做的更正 所以他並沒有重估 現在都沒有任何重估的 重估的狀況 然後另外就是說 公告地價 公告地價 然後他只是作為稅 然後另外就是說 另外有一些 是屬於稅率的部分 那從 從我們這個公告地價 這一個機制而言 那現在我們都是按照 這樣的一個機制來進行 那當然 當然有 那個局部更正 那宜蘭是最 宜蘭是最典型的例子 那但是這個都不是 剛剛所講的重估 都不是這樣 那做一個這樣的說明 謝謝 好那個我休息 那個主席 我想針對部長講這一段 我非常有意見 因為你知道去年跟今年 整整差了大概有兩三百億的錢 我覺得這個部分 在我們現階段對人民來講 300億這個主席 這個 這個地價稅跟今天的住宅法 除非你講到說 我們要再做一個9億 不行今天 先不要處理這個 我們今天就針對住宅法好不好 那可是你現在所有的那個 很多資料需要提供的 這個很關心全民的 沒關係我真的很關心地價 大家都很關心 跟我們今天在省住宅法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有幾個真點 我整理一下 第一個 剛才楊文治委員 吳宜群委員一直關心 稅基穩不穩定 所以地方稅到底要不要名列進來 而不是叫地方自己決定 這個你們等一下再討論一下 黃委員一直關心 之後的維護管理 會不會像國宅一樣 沒有辦法支應 這個東西 要請繼續關心 那有幾位委員都關心 除了六都以外 地方的支應的問題 這是剛剛整理的真點 我們休息十分鐘 等一下繼續討論 好 主席 休息的時間還是可以講話 對不對 我沒有要讀話 我要跟部長對話 我要跟部長對話 我跟部長對話 但是一個房間可以找到多少錢, 但就只有一個房間可以來找出來, 為什麼會有這個房子? 可能會有這個房子可以找出來, 覺得要來找出來和就有個房子的房子。 如果用房子, 當時有 ticket, 到那邊有一個房子, 它就有一個房子可以找出來的。 我們跟組合真的討論 不要聽說黑號,連擊號有問題 對一下,他會說是11點數 沒有計劃,沒有計劃 沒有計劃 就是那個公共財務法第五檔 空間啦 不堅持,沒關係 還有那個,那個,科公用的,那個,沒有拖用 那個在21檔就有肥膩 所以我們的這個肥膩的肥膩都不要放進去 但是你... 第一站,第一站怎麼去國有,就在那裡 就在包房 好 這個如果要做一個,那個錢就要給你換 沒有,但是我以為你講,你怎麼把你的水真的好 不是,人家都給藏到啊 都給藏到啊 對啊 因為你們要啟動啊 因為你們要啟動啊 我們藏上關系都要... 你...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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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 是... 所以... 我們需要在這邊頂一下 好 然後... 是... 那... 我... 如果說那個皇帝的一歲給我們那個主演進程 那應該那個就會 現在就會看長壯了 那應該會更缺 因為要三百萬元 那個費用最低下的可能 好 我們要講這個 院長第一代 院長的一個答案是每年多五 所以我們有機感 去辦人家的主要明年多次 接種 拜託我還是要做 你講的這個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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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那 那麼 所以這邊有三個東西 不止啦 Мы當然 我們會有更 我們有更堅固的啦 但是其實要到很精緻 細緻 其實那還有很多要在實務操課底下再去領域 或者是說 像後來就是按表操課 他不像這位住宅 當然我們真的已經可以做到 因為他太 用不太久了 很清楚 所以他可以做按表操課 跟這個問題 一定會有一些亮點讓大家覺得很心理 但是當然操縱的細節 還要後續再去領域 大概幾次的問題 等一下 等一下 都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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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協商好了 好 先辦好 那就協商好了 好 好 沒同一種 沒有先啊 就從其中幾個地方 發明在史就沒有了 他們現在是不一樣的 照文的也沒有 照文的也會在日方 很緊張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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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